其實最容易出錯的這一行 沒有辦法過也是這一行 所以你就按一個F8 如果過的話 恭喜你 你今天就應該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你已經跨到了ADO 跨到了Seql的領域了 只是說接下來的話 這個地方把它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 你再切到我們的房貸的 現在沒有對不對 你把它關掉 重新再打開 就會多一個700萬 那資料就過來了 那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用在很多的工作上面 資料都可以這樣過去 那剛剛還有同學問到就是說 有關於那個 如果說 因為這邊 我們是寫在Listbook Listworkbook 就是在Seql旁邊對不對 那你將來你當然可以把它改一下 你可以放在一個IP位置底下的某一個 某一個主機裡面 底下你可以放 你可以共用存取 不過這部分請各位 要自行再測試一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庫 不是這個 assess的話 可能是什麼 Seql Server Oracle 買Seql一堆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要改這個地方 叫Connection Street 這個Connection Street 其實我也是從網路上找到的 直接去一個網站 就可以參考得到 它的網址很簡單 就叫做Connection Street 它的網址就是什麼呢 Connection 就是連線自串的意思 那加以S Connection Street 這個網站 其實我也蠻常看 因為 我要連線到各種資料庫 如果呢 我要連到SS的話 那我就點SS 這邊都有SS 有沒有這邊有SS 對不對 有SS2007 甚至你可以把 Excel當資料庫 來存取 也不會有問題 或者是什麼呢 Seql Server Seql Server 現在用比較多的是2008的版本 那假如說你要連線到2008的版本 它這邊都有Connection Street 你可以參考它的Connection Street 去做一個連線的動作 那這邊好幾種 各位可以自行參考一下 如果說你要連線到Seql Server OK沒問題 另外還有買Seql 另外還有Oracle 也可以做存取動作 所以這個網站 如果將來你SS已經可以連線 你要連線到其他的資料庫 就可以從這邊做參考 OK 那我想剩下的時間 給各位再試著把這個地方做一個練習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